尊敬的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请掀开圣学根之根 百家信 我们从第一册 第五十四页的第五行开始看起 中徐秋落 上一节课 我们学习到了 徐氏 并且了解到徐氏 是出自于子性还有银性 那么我们也介绍了徐姓 他的历史渊源 那么他的历史起源最重要的 就是源自于银性 这一支 这是在上古时期 历史当中记载 绍号今天是 他的一孙叫做伯毅 那么在大宇治水的期间 他辅佐有功 后来被刺性为银性 那么伯毅的儿子 叫做弱木 他后来就被封在了徐 那么这个徐 他的固执就在今天的安徽四县 后来徐国就经历了夏商周这三朝 在春秋末年被吴国灭掉了 所以徐国的国人就以国为士 以国民作为家族的姓氏 就散居和生活在江淮之间 那么这个就是徐姓的历史 他的历史起源 那么上节课 我们为大家介绍了 徐姓的代表人物 这一节课 我们继续来看万姓同谱当中 徐氏家族在历史上的名人 首先 我们为大家介绍 东汉末年 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叫做徐干 他是建安妻子之一 徐干 徐干自伟长 是伟人 那么在东汉末年 他身为建安妻子之一 徐干自伟长 徐干自伟长 阮宇 阮宇 阮阳 刘真 曹子 王灿 都是齐名的 他们的文章都写得非常之好 历史上称他 乘其寄于千里 养其足而并持 所以这都是在东汉末年 文学界的代表人物 那么徐干就是其中之一 好 到了晋朝 徐广 自野民 他是东莞人 那么徐广 是出生于一个书乡世家 世世代代都是读书人 而到了徐广 这一代呢 他尤其对于百家之说 好 相当的 这个经熟和深入 都进行了研究 那么他也有一些著作传世 主要是在理这个方面的 有车幅移住 达理问 一百多条 那么此外呢 还有禁记 四十一卷 这些书籍传世 到了晋朝时期 他在朝廷坐官 官位坐到萧继将军的位置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到唐朝 在唐朝 有一位 徐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是我们不能不提的 那么我记得 从前曾经见 看过这个 前川 徐氏家谱 这是师父上人 俗家 这个徐氏家族 就是在 安徽卢江的 荒田徐 那么他们留下了一部 非常珍贵的家谱 这个家谱当中 把徐氏家族历朝历代的代表人物 都有画像 以及生平的简介 那么都 坎坷在其中 而且这套谱呢 很有价值 他前面有皇帝的诏书 诏令 还有朱熹先生 为这这套谱所写的续文 是相当有价值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有特别看到了徐雁王的故事 以及这个唐朝的徐友公 那么徐友公 作为唐朝时期 一位著名的大臣 他是东海人 在武则天当政的时期是私刑亲 所以经常要断一些案子 那么徐友公 他是秉公执法 经常替人洗刷冤情 就是有把一些冤枉的人 本来是要判死刑的 那么在他的主持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呢 都把这个案件调查得很清楚 最后救活了许多冤枉的人 所以起居舍人 如若须曾经说 当雷霆之阵 能权人数 千载未见其仇 这句话就是对徐友公的一个相当公正的评价 你看在武则天当政的时期 徐友公他能够如此委屈求全 去保全这些无辜受到冤枉的人 所以他所积的因德是相当的深厚 那么我们看在史书当中 就有徐友公传 我们把他的生平啊 就跟大家做一下介绍 徐友公 他名叫红敏 是唐朝演诗人 这个演诗 就是在今天的河南的洛阳 那么徐友公他从小啊 也是读书读得很好 所以后来去参加了科举考试呢 以明经这一科呢 就考中了科举 于是朝廷就任命他 担任蒲州司法参军的官职 徐友公在围官的任上啊 是秉着一颗仁爱之心 来处理政务的 是用宽厚人数的心 以父母亲对待子女的心 来对待老百姓 所以当他在处理案件 处理这些政务之时呢 徐友公啊 非常疼惜和爱护百姓 都不忍心去对他们施以刑罚 历朝历代啊 都有许多刑罚 这些刑罚有包括 扑障鞭持啊 等等的 大小轻重不一的 这种刑罚 那么他都不忍心呢 去施行用刑 可以看出 他的一片仁爱之心 所以老百姓呢 一提到徐友公啊 没有不佩服他的恩责的 因为他被这位仁爱的地方长官所感动 所以百姓们之间呢 都互相约定和勉励说啊 说我们这些人平常一定要奉公守法 假如有人违抗了 违背了朝廷的法律 犯了罪 甚至挨了徐参军的葬法的 我们就共同的弃逐他 结果呢 徐友公他一生啊 都没有责打过一个人 你看他负责这个刑罚啊 他能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 有的时候这些主事的官员 如果他按捺不住这个脾气啊 那有时候可能会对于百姓罪犯呢 是以很重的责罚 但是徐友公啊 从来都没有这样啊 从来不责打人 于是他的官位后来就做到了 私刑成这个官位 那么当时唐朝呢 正好是武则天当政的时期 虽然武则天他本人是有一定的政治才干 与治国的才能 可是同时呢 身为一个女性的执政者 他也有他非常残忍而刻薄的一面 那么这一面呢 不仅是在对于一些大臣啊 甚至于包括他亲生的儿女 有的时候他为了这个达到他政治上的目的啊 他也常常是不择手段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导致了 有许多酷吏官员啊 就在武后当政的时期呢 非常的狂妄和嚣张 彼此之间互相诬陷的风气呢 在唐朝时期就相当盛行 所以对于一些人 比如说受到了诬陷 这种情况下 那么武后他实行的这种政策呢 是常常会很周密的判定一个人的罪状 那么就把一个本来可能是受冤枉的人 最后朝廷还正式的给他定罪 这种风气就相当盛行 而且引起了整个朝野上下的惊恐和震惊 大家都不敢说真话 而唯独徐有公啊 他非常敢仗义直言 就为了帮人洗刷冤情啊 常常常跟朝廷在朝廷当中去争辩 所以有几十家的老百姓啊 后来都受到徐有公的恩泽的救护 最后洗刷了冤情 甚至呢 有许多起的死刑的重罪 最后因为徐有公的从中斡旋啊 就这些人呢 都不用被判处死刑 那么普天之下 上次朝廷的官员下至各地的百姓 都称颂徐有公的仁正仁德 这其中就包括呢 李刑包这个案件 也是徐有公力争之下 那么这个他认为说 他的罪行是他本人的罪 而不应该诸连九族 不应该殃及他的亲朋好友 那么后来他虽然在朝廷仗义直言啊 但是也会受到一些小人的陷害啊 所以后来有一位酷吏叫周星 他就上奏给朝廷 说徐有公呢 常常去拯救这些叛徒 有些囚犯呢 明明是反叛朝廷的 都被他救出来 所以他应该呢 对他施以这个死刑 但是武则天啊 他毕竟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世人之名 他知道徐有公啊 是一种人术之心在处理案件 所以后来呢 只是免了他的官 那不久呢 他又想到徐有公在主政的期间 他执法相当公平而人术 就不但没有没有继续给他降官 反而呢 又把他提拔为殿中事与史的官职 结果朝廷上下 因为蒙受他恩责的人太多了 一听到他又升官了 上上下下的人都非常的欢喜啊 都在那里庆贺 但是他虽然又被提拔起来啊 可是还是要面对许多奸臣的这种势力 在当时呢 有许多奸臣跟库吏 包括莱俊臣 周兴等等 就有一次啊 他们就联合起来 去诬陷这个敌人节 那么诬陷朝廷当中有七位忠臣 以敌人节为代表的人 诬陷他们谋反 就希望武后下诏啊 去斩杀他们 结果这时候徐有公又挺身而出 替他们辩护 并且上奏武后 他说啊 陛下是有好生之德 像来郡臣这些君臣 他不能够体恤陛下您的好生之德 反而处处想方设法 要让陛下成为暴君 这究竟是什么心态啊 希望陛下能够明察 好 那么后来呢 像玉王妃斗士 她的母亲呢 也是有冤情 应当被斩首 本来是应当是被斩首的 结果也是徐有公 又跑出来 去为她伸冤 立正说他的这种罪行啊 不应该判死刑 就因为这个事情 他又被监察御史呢 反奏了一辙 说徐有公呢 是跟这些人同党的 应当要除绞刑 后来 令史官来告知徐有公的时候 徐有公就感叹的说啊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会死 其他人都永远不死吗 就他也不管这件事情 他就照常的关起门来睡觉 对于这个生死 真的是置之度外啊 那么后来呢 这个武则天啊 跟徐有公之间 曾经有一段 特别精彩的对话 就是有一次 武则天曾经问徐有公啊 他说 亲暗查刑遇 这意思就是说徐有公 他在朝廷当中 是负责这个审查案件 这个刑遇这方面的工作 那武后就问他 你为什么师出这样多呢 意思就是说啊 你审的案子 为什么每次重的 重的这个刑罚 都被你审成轻的了 本来要判死罪的 为什么都被你审的 不用死罪了 这武则天也有所怀疑 这时候徐有公的回答 非常的绝妙 他说师出是人臣的小过 而好生不杀是圣人的大德 他说我我审的案子 我审错了 这只是我做官没做到位 是小小的过错 可是好生不杀 这可是圣人的大德 就因为他这句话啊 后来玉王妃斗士的母亲庞氏呢 就免去了死刑 但是徐有公也因此呢 被做罪除名啊 他这一生当中就是这样 不停的去为人申冤 曾经有三次 就是为了帮别人洗刷冤情 连他自己都被拖累了 做罪被判死刑 但是他从来都不怕死 你想他救活了这么多人 这上天有好生之德啊 他的做法是符合圣贤人的存心 符合上天的存心 所以想必他一定会得到 上天的垂顾和祖先的护佑的 那么果然呢 他三次都被人家连累 而且是判了死刑 结果后来都被赦免了 那么他被判死刑 他也不忧愁 被赦免了 他心里也不喜悦 所以武则天看到这个人 真的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从这个处理事情的过程当中 也看出了他的德行 气量和智洁 所以反而呢 他后来深得武则天的器重 结果我们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啊 果然到了后来呢 这些酷吏奸臣 像莱俊臣和周欣呢 这些人呢 他们都是喜欢去迎合武则天的旨意 然后呢 去很苛刻的对待同僚和百姓 就这些奸臣呢 反而后来相继都被杀 而许有功呢 经常在这当中去仗义直言 他不但没有 最终没有受到牵连 他的名声却一天比一天的要显阳 并且官位呢 做到私仆少亲 然后还是考寿终 最后得以善终 那么后来 许有功死了之后呢 他有一个儿子 那么窦氏家族特别感恩许有功 曾经救过他的母亲庞氏的深恩大德 结果他们自愿啊 窦家自愿以他自己的官职呢 就让给了许有功的儿子 许于 这是要报答昔日的他的恩德 那我们看到许有功的后代啊 许有功的后代到了 传了武士之后 到了许商 许商的官位 做到太子太保 那么许商的儿子 许炎 当上了宰相 就世世代代融显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人生经历 真的是可以深深的相信 积善之家必有于清 积不善之家必有于秧 后来在会昌年间呢 许有功被追证 嗜好为中正 中正这两个字啊 真的是可以很好的来评价他的一生 所以我们看到师父上人这幅莫保写道 菩萨不失等念怨亲 不念就恶 不增恶人 不染是乐 慈悲一切 那么虽然许有功他只是一个儒家的读书人 但是我们感受到呢 他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呢 就符合了一位菩萨的心形 就是在这个臣子的位上行菩萨道 真正的是把辱世道三家圣人这种慈悲一切 爱护一切的心形啊 在他人生当中落实下来啊 这是这个徐氏家族呢 有这样的一位 这个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啊 这个徐家的祖宗和和子子孙孙们啊 也是感觉到非常荣耀的啊 真的是基善之家必有余庆 好 那么接着看呢 这个徐氏家族在北宋 期间呢 还有一位代表人物叫做徐炫 以及徐炫的弟弟徐凯 徐炫自顶尘 他是广陵人 这是一位天才儿童啊 十岁的文章就写得非常之好 那么在南唐 他官位是做到吏部尚书 到了宋朝时期呢 为担任太子率更令 那么徐炫他的小传写得非常好 写文章呢 相当有点折 这是一位著名的学者 他的弟弟叫徐凯 在南唐时期考中进士之后啊 官位做到吉贤殿学士 那么宋李牧是江南 初始江南 他见到徐炫和徐凯的文章 赞叹说啊 这二徐的文章是二路所不能及 那么徐凯呢 他有著作 《说文通事和方语记传事》 所以说到这个徐炫和徐凯二人呢 那我们在学《说文解字》的时候啊 大家对于这两个名字 一定都是耳熟能详 可以称为《说文二徐》 说二徐呢 就是指的南唐到宋时期的徐炫徐凯 这两个兄弟 那么徐炫是哥哥被称为大徐 徐凯是弟弟 则被称为小徐 那么徐炫 他是扬州广陵人 就是今天的江苏江都县这一带 他是擅长小学 一生当中这个对于小传下了很多的功夫 那不断是小传啊 就是历书他也写得很好 徐炫呢 曾经受宋太宗的诏令 那么和当时的一些学者一起 教定说文解字 而他的弟弟徐凯 就是小徐 自楚金 也是在小学这个方面啊 非常擅长 南唐的玄宗李锦 他曾经见到徐凯的文章 就任命他担任秘书省政治的官职 他在说文方面的著作也是相当有名啊 有说文戏传和说文解字运谱 而哥哥徐炫所教定的说文解字三十卷的本子被称为大徐本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通行的说文解字的本子 其实就是大徐本 而弟弟徐凯所教定的说文解字的本子称为小徐本 也就是徐凯的著作说文戏传四十卷 这是小徐本 那我们现在通行的本子 通行的说文解字本子呢 就是大徐本 也就是徐炫所教定的说文解字三十卷 好所以谈到说文解字谈到这个小学文字学呢 徐炫跟徐凯这二徐是我们不能不提的 这个对于说文解字的推广和流通都做过非常大的贡献 好那么下一位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徐姬 徐姬自重车 他是山羊人 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 那么徐姬这是一位大孝子 他对母亲非常孝顺 因为他的父亲叫做徐石 所以因为他思念父亲 感念父亲呢 徐姬他一生当中都不用石器 凡是石头做的用具呢 他一生都不用 等到母亲过世之后 徐姬呢在母亲的坟旁呢 守校三年 节鲁守校三年呢 那么经常在大雪纷飞的夜晚 天气非常寒冷 徐姬呢 他就扶在母亲的墓旁 非常伤心的在那里哭泣 经常是整个晚上啊 都是哭不绝声 这种孝子对于母亲的这种 智孝之心呢 特别的感人 后来感得降下天降甘露 慕成连礼 那么最初呢 徐姬是跟随着胡怨 去求学的 那么胡怨 就把圣贤人的这个经典 也传授给他 那么古人说啊 恶依恶食不以为耻 这是教导一个人 应该要有节俭的这种风范 能够过上节俭 安平乐道的生活 就后来徐姬他去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啊 还带着母亲一起去考试 那么等到他考中了科举啊 童年之人呢就送给他百金 这样的一个厚礼 但是徐姬呢却没有接受 这是一个真正的笑脸之人 后来他担任楚这个楚州教授 所以我们看到啊 作为生活在北宋年间的一位孝子啊 他的这种孝行真的是感人至深 而且是出自于天生的禀父 你看他三岁的时候父亲过世啊 他就对父亲恋恋不舍 早晚都在期盼的父亲能不能再活过来啊 那种孝子的哀伤之心啊 就让人特别感动 后来母亲就让他读孝经 那么徐姬他每读到孝经 他都难过的流泪不止 就是这样的一个孝子 那么母亲 后来只剩下母亲了 他一生当中对母亲是相当的孝顺 每天早晚定醒都一定要做到的 后来徐姬他在跟胡苑求学的期间呢 也是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啊 他住在一个很简陋的房子 然后天气冷的时候只有一件保暖的衣服 那么平常呢吃的都是出茶淡饭啊 连他老师看了都不忍心 但是老师给他送来食物 他也不愿意接受 甚至于他到都城去参加科举考试 他也不忍心离开他的母亲 于是呢 他就自己亲自背着母亲去参加科举考试 那么你看他父亲叫做徐石 所以徐姬他一辈子都不用石器 遇到石头呢 他都不会去踩它 那么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徐姬就说啊 因为我一看到石头 就想起我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徐石 就是石头的石 所以这个石头就会让他触景生情 就会想起已经过世的父亲 他就会感到很伤心 那么因为思念父亲的缘故啊 他都不忍心把脚踩在石头的上面 那么母亲过世的时候 他也是七天七夜啊 没有喝一口水 没有吃一粒米啊 那种悲伤欲绝的这种心情 真是赶天动地 那么在他为母亲守孝的三年当中啊 在雪夜里扶着母亲的墓 在那里伤心的哭泣 后来有一位汉林学士 他经过他的这个首校的 他杰鲁首校嘛 经过他的房子的时候 那么听到他的哭声 他也忍不住啊 在那里流泪 他说呢 假使天地鬼神有知的话啊 看到这个孝子也会流眼泪的 等到三年的首伤结束之后 他还是把家里维持的跟平常一样 那么起居饮食起居 就跟平常侍奉母亲一样 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啊 可能也还是把那个碗筷啊 都摆在母亲生前吃饭的地方 就是表示他念念不忘自己的母亲 那么这样的一个孝子啊 真的是名文四方 后来虽然他是徐姬 他因为侍奉母亲 而且他的家境非常的贫穷 但是呢 他的学问却特别好 有人从南越过来啊 那么跟徐姬在一起谈论 这个整个领表的山川显异的这种情况 也就是整个地理的情况 还有郑术 苏密 等等的 这是 这应该是朝廷在边疆的这种 部队的部署的情况 以及这个山川地理的情况 那么徐姬呢 都如数家珍 这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从这个南越来的这个客人 一听到徐姬所讲的 非常赞叹 他说呢 不出户而知天下 徐公事也 你看这徐姬他平常是足不出户啊 可是他对于天下的整个局势 情况却了弱执掌 这真的是让这个客人非常的 叹服 等到他 这个徐姬他平常有一个 写诗的习惯啊 就从小到老 他每天呢 都会做一首诗 而且他写诗啊 写文都是心里 就是打了一个底稿之后呢 然后再直接念出来 让他的儿子来记录 就有一次 他曾经借了人家一个书夹 结果很快他就归还给这个主人 结果主人就跟他说呢 这个书夹当中啊 有一个金业 怎么没有还回来 那么徐姬呢 也不跟他辩驳 他就 这个把衣服卖了之后啊 又 得了这些钱 那么再归还给人家 而在他所住的这个地方呢 凡是邻里乡党 这些老百姓彼此之间呢 有所征送的 有一些征职啊 等等问题啊 来找徐姬 一定很快的就能够得到解决 好 所以这也是一位相当传奇的人物啊 你看 这是一位生性至孝的孝子 但是呢 他就是从孝的这个原点出发 他能够成就他一生的德行 这也是 他的德行跟学问各个方面呢 都非常值得人们赞叹的 好 下一位是徐辅啊 徐辅呢 是亭奸之生 亭奸的外生 他在朝廷时担任斯门郎中的官职 那么建言年间呢 磊官签书 这也是他在后期所担任的官职 徐辅呢 他的诗歌写得很好 有东湖籍传世 好 那么 那么 徐氏家族还有一幅银脸 我们也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说天上麒麟 孝目因之迥异 人中奇迹 修人得气 修人得气非常 那么这个上莲 天上麒麟 孝目因之迥异 这幅莲所讲的就是南朝晨 这个时期啊 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叫做这个徐林 徐林 自孝目 他是 这个 一个 也算是一个天才儿童 八岁能文 八岁就能写出非常好的文章 结果 有一次他遇到了当时的高僧保志公 保志公呢 就曾经抚摸着徐林的头顶啊 说 此天上十其林也 说这是从天上来的十其林 所以他才能够八岁写出文章啊 写得那么好 后来他在梁 梁朝做官 在南北朝时期啊 宋旗梁朝和成朝都担任过官职 而徐林 他的文章和诗词作品呢 是一改过去的这些 这个旧体的风格 他的文词 辞早十分的起立 跟于信是齐名的啊 所以徐林和于庆啊 于信呢 人们称为徐于体 就是他的诗歌跟文章呢 到了他这个时期啊 就有了新的风格 他有一部玉台新勇 传世 好 这是天上其林 孝目英姿迥异 这个孝目呢 就是徐林的字 那么孟争武奉 加号巴龙 其中这个上联孟争武奉 所说的也是徐林 好 那么 关于徐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啊 还有很多 我们时间的关系呢 就先跟大家介绍到此地 那我们接着来看啊 中徐秋落 下一个姓氏就是秋姓 秋姓 那么 王毅林先生说 秋氏啊 尘有晚秋啊 居者亦为姓 好 那么 又诸有秋若 那么后人呢 也以这个秋 作为他的姓氏 风俗通当中记载 这个秋姓氏 鲁国的左秋名的后代 那么此外呢 还有齐太公 封在迎秋 于是呢 他的后世子孙 就迎秋这个地名当中的秋 作为姓氏 那么秋氏家族 世世代代 生活在 浮丰 汉朝末年 有秋郡 他是持节江淮 到了王满篡位之后呢 他就留在了江左 生活在无心 汉朝有秋长 送秋渊之 此外呢 后卫的秋敦氏 也改为秋氏 这就是少数民族改姓而来的 还有父姓 就是匈奴 有秋林氏 好 那么 唐朝有秋行公 那么我们看这个姓氏急救篇 就可以看出这个秋性的起源啊 是比较多元化的 它的起源比较多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秋性 和孔老夫子 这个孔秋的秋啊 其实是一个性 那么本来呢 所用的就是孔老夫子孔秋的这个秋 但是呢 从汉朝以来 为了避讳 因为孔老夫子在汉朝啊 这个儒家学说就被尊为正统 所以孔老夫子是圣人 那么他的名啊 就不能够轻易的用 所以为了避会避这个秋这个会呢 于是才把这个秋性啊 就改为了我们百家姓上面的这个秋啊 那么到了清朝时期我们知道清朝这个君王啊 对于辱世道三家的圣人也是相当的尊敬 所以在清朝的雍正期间 雍正三年啊 朝廷呢 也正式颁布了一个诏令 就是特别强调啊 要求呢 要求呢 对于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名会 应当要回避 要避讳 以示尊师重道 所以呢 朝廷正式下令呢 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啊 凡是人的姓氏或者是地名 这个孔秋的秋字呢 一概要在旁边加一个义字旁 成为另外一个这个秋 有一字旁的秋 所以呢 原本的这个孔秋的秋 这个秋性呢 就变成了有一字旁的秋性 那么秋性的起源啊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单一的 它是比较多元化的 首先秋性是源自于江性 那么源自于江性就是刚刚 王毅林先生说的 齐太公封迎秋 所以他的后世子孙呢 就以迎秋这个地名 作为姓氏 就是他的封义 所封的这个地方 这个秋作为姓氏 那么这个呢 在万姓同谱也是这样记载的 此外在 姓转通志这些书当中 也是这样记载 就是秋氏啊 它是源自于江性 就是江太公被封在齐 那么他都于迎秋 所以他的后世子孙 都是生活在迎秋 就以秋作为姓氏 这就是这个江太公啊 江太公呢 他是炎帝的后裔 那么在周朝初年 因为江太公曾经辅佐过 周武王 实际上他辅佐过好几位君王啊 那么特别是在周武王 罚咒灭伤的期间 江太公立下了大功 所以在西周初年 江太公就被封在了齐 建都迎秋 这个迎秋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今天的 山东的昌乐县 那么后来呢 他又迁都到了林兹 也是在山东的境内 那么江太公的后世子孙 生活在迎秋的这一支呢 就以秋作为姓氏 所以这是源自于江性 那么此外啊 我们看 《姓氏急救篇》中啊 又诸有秋若后裔为氏 那么这句话呢 则是强调这个秋姓 有一支是出自于曹姓 这是在西周初年 周武王 他把专序高阳市的后代 曹邪封在了朱 这个朱就是在今天的山东 区富这一带 那么到了春秋时期 诸国 大夫秋若 秋若的子孙呢 他就以祖上的名字 这是祖上之名 他叫秋若 就以秋为姓氏 那么这是秋氏的另外一个来源 是出自于曹姓 那么此外呢 那么此外呢 还有 这个 王毅林先生还有谈到 左秋明 那么这个呢 就是秋姓的 另外一个起源 这是在风俗通当中记载 鲁左秋明之后 广运当中也说 秋氏为鲁秋明之后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以地名作为姓氏 在春秋时期 在春秋时期 左秋明 他是担任鲁国的太史 因为他生活在左秋 所以就以所居住的地方 作为他的姓氏 就是左秋 那么后来省称为秋氏 那么此外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陈游晚秋 居之者以为姓 这是通志啊 也是这样记载的 就是这个陈晚秋 姓氏集旧篇也说 秋氏陈游晚秋 居之以为姓 那么这个呢 同样也是以地名作为姓氏 这是在春秋时期 陈国 有一个地名叫做晚秋 那么这个晚秋呢 是在今天的 河南的淮阳县 所以生活在晚秋的人呢 后来就以这个地名作为姓氏 这是秋氏的另外一个起源 那么他这个晚秋和左秋一样啊 都是地名 好 那么我们看到秋性的起源啊 已经是这么多元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跟少数民族的感性有关 外族的感性 像我们刚刚看到 这是在后卫时期 就是北朝后卫啊 显卑族 显卑族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姓氏叫 邱敦氏 那么后来就集体改成了汉姓的秋 这是秋姓的这个起源 后来这只秋姓就成为了河南的望族 另外呢 新世纪旧篇也谈到 这个匈奴有丘陵士 这个呢 是跟匈奴族有关 那么匈奴族这个秋林士 后来呢 他们就分为了三个姓 分为秋姓 林姓和巧姓 这也成为了河南秋姓的一部分 那么关于秋姓的郡旺 就是河南郡 那么此外万姓同谱说 又旺出无心 这就是说他另一个郡旺 就是无心郡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秋氏的代表人物 秋姓 在汉朝时期 秋藤 那么 这个秋藤呢 他是乌城人 在光武帝当政的这个时期啊 他担任公亲 这个官位做到公亲 他的俸禄呢 是二百旦 那么后来秋藤啊 他不愿意继续在朝廷当中 做官任职 于是呢 他就退居到乡里当中啊 就在他仙人的祖坟的旁边 秋藤就和他的学生弟子们啊 就在那里逐室而居啊 就盖了简单的简陋的这个房子 就居住在祖先的坟墓的旁边啊 他和他的学生 好 那么 下一位秋藤 秋藤 在 左逢义 寒颜兽 他被 被人 这个 就是 关到牢狱当中去啊 那么 杨运 这个杨运呢 他是司马迁的外孙 虽然他做官非常廉洁 但是杨运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喜欢说人家的这些缺点和坏话 他生性是比较刻薄 有人有一些隐私啊等等的 他喜欢去揭发人家的隐私 所以杨运呢 他就上书给朝廷 那么就讲这个寒颜兽的种种的缺点 结果 秋藏啊 他就去跟这个杨运说啊 他说我听说呢 你上书给朝廷 去讲这个 韩逢玉的 揭发他的许多的缺点和他的一些问题 那你说这次他被关到牢里 他是能不能活得出来啊 结果 杨运就回答说啊 适合容易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他说静静者未必权也 这个静静就是正直的意思啊 就是一个很正直的 人 他也未必啊 能够保全 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 好 下一位秋渊之 秋渊之自思悬 他是乌成人啊 这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一位读书人 在宋文帝即位之后呢 他官位坐到了市中 他文章啊 写得很好 由文章啊 所著的文章 百卷传世 那么下面我们看 在秋渊家族的迎连当中 有一幅连是这样写的 无心才望 大雪 宜行 这个上连所说的 就是南朝旗 有一位秋姓的代表人物叫 秋灵菊 他是无心 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这一带的人 从小呢 他非常的好学 而且他文章写得很好 在齐 他是 担任 原外郎的官职 到了梁 梁朝的时候 他是担任东关祭九 他的文章写得很好 这个有文集 有一些文集 以及江左文章陆续传世 那么丘陵菊他曾经说过 他到梁朝为东关祭九的官职啊 那么丘陵菊就曾经说啊 人居官怨数千啊 你看一般人做官都希望呢 这官位可以节节高升 不断的可以被朝廷提拔起来 但是丘陵菊他并不是这样想的 他说使我终身为祭九 不恨也 他在梁朝担任东关祭九 这个官职啊 他觉得 这个可以说是相当的知足了 他说哪怕让我终身都担任祭九 这个官职啊 我也是非常愿意的 那么他的儿子叫做秋迟 八岁的文 八岁的时候文章就写得很好 这也是家学的渊源啊 的熏陶 加上他本人的天赋 所以后来他的儿子秋迟呢 官位做到中书侍郎 那么他的从孙叫秋 中书也非常好学 后来担任山因令 所以我们看啊 这个一个家族当中 他的子弟 他的性格的养成 以及文章学问的这种 这个学问的 能够真正的成才成德 这跟他父辈 对他的身教 严教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 那么秋连菊 他本身就是从小就很好学 所以你看他的儿子后来啊 真的是青出于蓝 胜于蓝 八岁就能写出好文章 孙子呢 也很好学 后来都是在朝廷当中任职 那么关于他的孙子秋仲福啊 也有一幅对联是这样写的 正脉 这个 正脉 陈流 复健 东南并美 预送忠实 课间文武双全 那么这个上年所说的 就是南朝 两代的良力 秋仲福 也就是秋灵局的 孙 从孙 自公信 他是乌成人 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 他的官位做到山音令等官职 而且他的致姬很好 致姬呢 是天下第一啊 这也是跟他的父辈祖辈啊 对他的影响有关啊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父亲秋迟 秋迟自西范 无星人 无星人刚刚有说过 这个无星就是在浙江湖州 他是秋灵局的儿子 刚刚说过他八岁文章就写得很好 后来长大之后呢 担任中书 他的文章呢 人们形容是词彩利益 很有文采 而且这个文词相当的优美 所以中荣曾经评价过他的诗 中荣我们前前面的课程刚学过啊 他曾经有评价这个古往今来许多人的诗词的作品啊 这个评得非常的好 他说梵云婉转 轻便如流 峰回雪秋 池点坠印 媚似落花 依草池厚 这是对秋迟所写的诗的评价 不过呢 他认官啊 就相对来说没有他的父亲和这个 和刚刚介绍的这一位南朝梁的梁吏 丘仲福 你看他们是祖孙三代人啊 但是秋迟他文章和诗词写得好 但是做官呢就没有那么平顺啊 好 那么我们刚刚有 介绍过 这幅对联啊 就是正脉 沉流 复见东南并美 御宋忠实 课间文武双全 那么其中这个夏连所讲的就是南宋的名臣 叫做秋虫 这上面一个宗 下面一个山啊 这个字不常见啊 这个字念虫 秋虫他是南宋的名臣 自这个宗亲 他是江阴人 在龙心初年他考中进士之后呢担任国子博士 后来宰相 这个宇宇文呢就举药这个秋虫 觉得呢秋虫的才能 德行呢都可以取代他的位置 那么秋虫呢就回复说啊 他说恢复之志不可忘 恢复之事未一举 一针把食材则以内智 就是秋虫这个人其实他文武双全啊 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人才 那么后来他担任两怀自治史的时候 曾经抗击金兵 并且 誓死报国啊 所以宋礼中呢就曾经 亲笔写 写下这个玉书的忠实 忠诚的忠 识呢是实在的识 写这个忠实 两个字赐给他 也是对他的一个评价 好 那么秋虫之前有一位秋行公 秋行公 他本来是姓秋敦啊 他是显卑族 那么我们刚刚有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秋行 也有出自于外族的改姓 那么其中呢在北朝后卫时期 显卑族的这个秋 秋敦氏啊 集体改成秋行 所以秋行公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他本来是姓秋敦的 是显卑族人啊 后来他姓秋啊 这就是改为汉姓之后啊 变成秋姓 他是洛阳人 那父亲秋和最开始是在隋任职 任官 担任过三周的次使 他善于去安抚这些官吏 等等 就是很得人心的一位次使 在大业年间 朝廷任命他去交职担任太守 那么行公 这个秋行公这个人呢 他非常勇敢 而且善于骑射 这个都是显卑族少数民族的这个特性 所以在唐朝初年呢 他在这个战场当中就立下了很多的战功 那么他又跟着侯军级平定了高昌 所以后来秋行公就被封为天水郡公 好 那么关于秋式家族呢 有一位 这个道教的代表人物啊 我们也不得不提啊 因为他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元朝这个时期啊 那么这就是秋楚姬 秋楚姬字通蜜 他有个道号叫长春子 是登州七夏人 就是在今天的山东省 这是一位道教的真人 也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政治家 同时他在文学啊 养生学医药学这方面呢 也都相当的专精 在秋楚姬他 这个行道传道的时期呢 就涉及到了南宋 金朝和蒙古帝国统治的这个时期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 邱楚姬以他的德行就得到了上至帝王 下至这个许多老百姓对他共同的敬重 而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历史事件 就是在邱楚姬七十四岁的时候 他曾经不辞高龄啊 来到西域去这个劝说陈姬思涵 他劝说陈姬思涵要指杀爱民 那么也得到了陈姬思涵 那么也得到了陈姬思涵等这个统治者对他的尊敬 所以在道教的历史当中啊 邱楚姬被尊奉为龙门派的祖师 一直到他八十岁 在长春宫的宝玄堂过世的时候啊 当时也有很这个很大的这种瑞相啊 就是有这个很祥瑞的香气 在整个北京城阴晕了三天三夜 所以人们呢 就对于这一位非常有德行 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位道教的代表人物 是相当的尊敬 到了元氏主的时期呢 就追尊邱楚姬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 好 那么这位道教的代表人物呢 也因为他这种对于苍生百姓的爱心啊 他去劝说这个元朝的统治者陈姬思涵呢 好虽然这个元朝的军队他是所向无敌啊 都可以这个靠着他们的武力平定天下 但是他仍然是这个以74岁的高龄 就是不远千山万水长途跋涉呢 来劝说陈姬思涵 希望他能够指杀爱民减少杀戮 而且呢要爱护这普天之下的老百姓 好 那么关于秋氏的这个家族的历史和代表人物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啊 我们接着看中徐秋若最后一个姓氏就是若姓 若姓 好 王英林先生啊 为我们首先举出了啊 历史上有许多若姓的啊 名人 汉朝的若甲 呃 若郡 吴若统 好 那么此外呢 在后卫时期 好 这个 呃 若姓呢 也有出自于 这个外族的改姓 就是 同样是在北朝后卫 显卑族呢 有一个姓氏 叫做 这个 他若拔氏 后来就改成了汉姓若氏 另外唐朝有 有若兵王 宋 宋朝有一位著名的隐士叫洛庚道 好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若姓的起源和历史呢 跟大家做一下介绍 那么若姓的起源啊 主要呢 有源自于 这个 江姓 我们现在说源自于江姓 在 西周初年 我们刚刚介绍过江太公江子衙 他被封在了齐 那么江太公 他有一位 好 这个子孙呢 就叫做洛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洛姓的洛 那么士称 人们就称他为公子洛 所以他的后代呢 就以洛 作为姓氏 这是祖上的名啊 作为姓氏 此外呢 弱姓还有源自于淫姓的 在商朝的末年 淫姓有一只呢 叫做飞莲 飞莲的儿子 叫做厄莱 厄莱呢 是殷商时期 商周王的大臣 那么等到 周五王灭商之后啊 厄莱就 好 这个过世了 于是他的子孙就逃到了西方 居住在大丘 这个地方 那么他的后世子孙 叫做大洛 这是厄莱的玄孙 叫做大洛 好 他生的一个儿子 叫成 好 于是呢 他们这个家族啊 又再度 好 这个势力再度起来之后呢 就建立了大洛国 好 到了周立王的时期 这个大洛国啊 就被西戎灭掉了 好 于是呢 这个国人就以 这个国名作为姓氏 这是洛氏的另外一个起源 这一只呢 就是起源于 淫性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是洛性还有源自于激性的 就是在春秋时期郑国的大夫 王孙洛 是王孙洛的后代 所以这是以先祖的名字 作为姓氏 那么在史记的冬月列传当中说 越国东海王四遥 好 周氏 周一座洛 这是史记当中的记载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洛氏呢 也有出自于四姓 就是先秦时期的古越国 以及两汉越王的后裔 好 那么除了这些起源之外啊 我们刚刚也提到过这个外族的改姓 就是在北朝后卫时期的显卑族的姓氏 叫他洛巴氏 他洛巴氏呢 后来汉化改姓为洛氏 好 那么这个是洛氏的 他的历史渊源啊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此地啊 那么接下来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啊 开始来看一下 万幸同谱当中的记载啊 来开始为大家介绍 洛杏的这些 历史人物 在汉朝的这个洛郡 汉朝的洛郡 他是会计乌商人 好 这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 这样的一个人 好 他从 呃 上苏郎 好 那么 这个 后来升官之后啊 败为臣相 好 那么在元树 他 好 这个 就是 洛郡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呢 刚好是处在 汉朝末年 好 就是天下非常混乱的时期 那么有元树等人啊 他们 好 起来呢 在 使得整个 这个时局啊 就特别的不安定 而洛郡呢 看到好 整个天下大乱 而且还有一些天灾人祸 好 饥荒啊等等的 这些情况 于是呢 他就 就是 因为这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啊 好 于是他就 很大力度的去保护 这个乡里的安全 好 所以 嗯 这个 有许多 来自于其他的郡县的老百姓啊 也纷纷在逃难 后来就逃到了成国 逃到成国之后 那么洛郡呢 也 这个 就是 推出很好的这些政策 并且把 成国 所有的这些物资 财产物资啊 全部都拿出来去安顿 这些逃难的老百姓 并且让他们可以过上非常安稳的生活 所以老百姓对于洛郡呢 都特别的感恩 好 那么洛甲 洛甲在高地的时期担任佐教卫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三国时期的洛统 这是三国东吴的名将 洛统自公序 他是洛郡的儿子 你看这是 这个祖上啊 这个父亲这一辈啊 就行善积德 安抚百姓 所以到儿子洛统 他到了三国的时期呢 这个也是 这个成为了一代名将 那么洛统的父亲 就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 而洛统他二十岁 他年仅二十岁 就担任乌丞相 孙权呢 任命他担任公朝 在他任官的期间 他曾经多次上书给朝廷 好 像朝廷好 就是推荐的许多 就是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那么有一次呢 也是在 国家遇到了一个灾难啊 就是很严重的疫情爆发 那么许多老百姓呢 都受到了感染 但是呢 就在这种天灾人祸频繁的时候 国家的赋税 依然是非常繁重 这一点呢 是老百姓的负担呢 就格外的重啊 因为在疫情爆发的期间呢 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从事于 农业啊商业等方面的 生产活动 所以赋税反多 就会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 那么洛统他看到这种情况 他就上书给君王给朝廷 并且强调说 人民百姓现在正在遭逢困境 遇到疫情严重 而无法解决 那么如果时间日久呢 这会使国家的整体的力量 会衰落 如果你现在不把 摊坑在百姓身上的这些 摇曳赋税 把它减少的话 那么以后这个 老百姓如果发动 叛乱啊 这样国家就不会安定 所以他就提出要求 希望朝廷可以帮助老百姓 减轻赋税 度过这个困境 你看这都是父子二人啊 都是分别在汉朝跟三国的时期认官 但是他们对于百姓的爱护啊 都是这个保持不变的啊 心心念念都是 关心着老百姓的身家性命 他们的安危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 为大家介绍一下 唐朝著名的诗人 洛宾王 这是 唐初四节之一 那么我们看一下 洛氏家族有一幅对联 是这样写的 雪白冰清 柴称四节 睡姬散述 立即众生 那么这个夏莲 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 东吴的名将洛统 他在二十岁担任乌丞相 这乌丞是在今天的浙江湖州 这个时候呢 在荒年啊他就政绩百姓 是一位三国时期著名的将领 后来他官位做到建中将军等官职 被封为新阳庭侯 好 这是父子二人啊 都是在这个位置当中行善积德 那么上年所说的雪白冰清 财称四节 则是唐朝时期著名的诗人 洛宾王 洛宾王他是 乌州义乌人 就是在今天的浙江这一带啊 那么这也是一位天才啊 七岁就能够写诗 那么他和 这个 王伯杨炯卢 卢赵林呢 是齐名的啊 在唐朝初年呢 他们四个人被称为唐初四节 好 那么在 呃 最初啊 他是赵王府 署啊 在赵王府当中担任一个小官 好 啊 那么曾经啊 啊 让他呢 让他们这些啊 赵王府的人呢 各自讲他们各自都有什么 能力才干或者是专长 但是洛宾王呢 却没有回答 那么后来他担任武公主部的官职 在呃 呃 武后就是武则天当政的期间 洛宾王曾经多次的上书给朝廷 但是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 于是呢 就被贬官 好他一直在这个政治在官场上呢 是很不得志的 那么后来呢 徐敬业 讨乱啊 这就是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 呃 洛宾王呢 就是作为徐敬业的幕僚 在这个期间啊 他 起草了一篇著名的习文 叫做陶武士习 在陶武士习当中他就痛斥 武则天的种种的 罪名还有行为 那么武则天读到了这篇习文啊 当他看到 额眉不肯让人 虎媚偏能祸主 他看到的时候只是 只是在那里哈哈大笑啊 觉得这个习文写的很有趣 可是武则天后来呢 又读到了一段 啊 就是 一婆之土未干 六尺之孤何托 看到这这一句话的时候 啊 那么万信同谱是写 这个 啊 一坏之土未干 六尺之孤安任 就他看到这句武则天就 非常的吃惊 他向左右大臣就询问啊 说 这篇文章到底是谁写的 就有人就回答说呢 说这是洛宾王所写的 啊 于是 这个武则天啊 就 对 呃 臣下说呢 这是宰相的过失 啊 像洛宾王这么有才华的人 怎么能够让他 流落在外面 啊 怀才不遇嘛 最后他是被贬官 好 所以午后就说啊 宰相安德施此人呢 好 等到徐晋叶兵败之后 洛宾王呢 最后也是不知所终 下落不明啊 呃 有说他出家为僧 也有不同的 其他不同的说法 那么总之呢 在历史上呢 就没有非常明确的记载 好 那么就在唐朝初年的这个时代 好 那么历史上呢 是这样称赞 这个洛宾王的 好 说敌人节 委屈以图大功 好敌人节在唐朝的朝廷当中 也是委屈求全啊 好 那么他是为了成就一个更大的工业 而徐晋叶呢 慷慨以身大义啊 徐晋叶他起兵讨伐武则天啊 是替天行道啊 伸张大义啊 希望把这个李氏家族的天下呢 能够再恢复起来 而宾王啊 就是洛宾王 则左右敬叶折也啊 洛宾王呢 他就是辅佐徐敬叶 好 想要完成啊 这个推翻武士 家族统治的这样的局面 好 所以这幅对联说 雪白冰青才称四节 呃所说的就是洛宾王啊 此外还有一幅联呢 文金皇后化入真香啊 这个文金皇后 这个上联呢 所说的也是洛宾王 就洛宾王的 陶武士席啊 这篇席文 武则天读到了之后 非常的赞叹 他能够把这个 武士家族 他所做的种种的罪状 好 用非常这个凝练的文词 把它形容出来啊 这种才干呢 在唐朝初年呢 也是啊 相当的引人注目的 那么谈到洛宾王 有两首诗啊 我们在这里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其中一首诗呢 大家可能在小时候 读这个语文课 课本的时候 就曾经背过 就是他的永儿诗 那么他的 洛宾王的永儿诗呢 传说当中是他七岁的时候 写出来的 一个孩子啊 刚刚七岁 就能够写下 这个名篇 通满同趣和天真 这永儿诗是这样写的 蛾蛾蛾 蛾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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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为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名篇 而且是他七岁就写的 你看这鹅鹅鹅取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波轻波 这种色彩的变化色彩的形容 以及呢 这个整个充满同趣和天真 这种清新可爱的风格 所以从初唐时期他写下这首诗 那么一千多年以来 小朋友们学唐诗 也是首先就要背这首永鹅诗 他确实是快智人口 那么此外洛宾王还有一首诗 大家可能也相当的熟悉 就是一水送别 此地别烟丹 壮士法冲官 习时人已末 今日水有寒 这首诗就是著名的一水送别 那么这首诗的内容 此地别烟丹 那么今天就是洛宾王他今天在一水河畔啊 与人分别 那么他不仅想起从前燕太子丹 他也是在一水送别荆轲 这段历史就是荆轲次秦王 那么当时呢 荆轲 他那种壮志啊 你看壮士法冲官 他怒法冲官慷慨激昂的壮志 就如同还在眼前 昔时人已末 今日水有寒 但是古往今来啊 随着岁月的流失 古人 他们早已经不在了 而今天的一水 却依然是这样的寒冷 那么荆轲他赐秦王 他在这里告别燕太子丹 这种豪情壮志 却依然是流传千古的 那么这一段历史 其实洛宾王他为什么要写这个 一水送别的时候 为什么要想起荆轲次秦王的历史啊 这个跟他人生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荆轲次秦王 以及这个一水送别 这个故事啊 这是在战国末年 因为荆轲呢 他要为燕国的太子报仇 到秦国去行赐秦王嬴政 于是他在溢水河边啊 这溢水河边我们以前曾经去参观过 那种 就是北方的那种水啊 给人的那个感受啊 真的就像洛宾王在这首诗里面所形容的 这样 所以在溢水河畔和送行的人告别 这时候呢 荆轲啊 他就唱出了一首千古绝句 说风潇潇兮 溢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所以到了唐朝初年 当洛宾王在溢水同样去跟人送别的时候 他就想起了荆轲刺秦王的往事 你看荆轲当年的那种豪情壮志 但是为什么洛宾王他送别友人啊 这时候他不是那种朋友之间的依依不舍 而是激起了 他当年想起当年燕胎子丹 他送荆轲到秦 去行刺秦王 这种慷慨激昂的情绪啊 为什么他会想起这样呢 这是和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有关 因为唐朝在武则天称帝的时候啊 他把国号改成周啊 那么李氏家族的天下就变成了武士 武家的天下啊 那么洛宾王在这种时代呢 他也是跟许多读书人一样 希望把大唐的国运再挽回来 所以他在溢水送别当中 是用遗古矿金的笔法 把他内心的悲愤跟感慨啊 都抒发出来 那么他一直希望唐朝能够再恢复礼堂的天下 所以在这首诗里面 他就是借着怀骨来感慨今日的时局 就把今日和往日的溢水送别呢 融成了一体 那么他把自己内心的激愤之情啊 表达出来 并且暗示说 洛宾王他自己也会跟荆轲一样啊 不畏强暴 愿意为正义而献身 所以这首 《伊水送别》呢 就是洛宾王呢 另外一个著名的诗歌作品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唐初四节之一的洛宾王 他的文采啊 以及呢 他这种啊 发自内心的 慷慨激昂的 这样的一种情绪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 一位观中的影视 一位著名的影视叫做洛庚道 我们在这里引用了洛庚道 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那么这个呢 是和他的一个养生方面的思想是有关的 那么洛庚道呢 他是宋朝时期的一位影视 也是一位名医 那关于养生这个方面呢 他曾经有过一段 这个可以让我们作为座右铭的一段话 是相当有价值的 洛庚道他就曾经说啊 那么自在修养自己道德的人 他应当呢 书当书月令 至座左右 应该呢 把这个月令啊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好 那么在这里 他有谈到夏至和冬至 应该如何养生 好 那么虽然洛庚道他 我们大略只是知道他是 宋朝这个观中的影视啊 他的生平呢 并不是记载的特别的详细啊 但是我们通过他 关于养生的这段话呢 我们也对他的思想有所了解 那么洛庚道说啊 在夏至 夏至一节是欲 冬至一进是欲 你看夏至他用的是节 这个节是节制啊 而冬至呢 他用的是进 进就是禁止的意思 就是说夏至呢 要节制贪欲 而冬至必须延尽贪欲 为什么呢 他下面就讲出了原因了 盖一阳出生 齐气 微矣 因为呢 在冬至的时候 从地里冒出的阳气 还很微弱 如草木蒙生 易于杀伐 故当禁止 不特节夜 这草木虽然萌芽了 但是却很容易受到损伤 所以在这个时期 冬至的时期啊 不仅要节制贪欲 而且更应当要禁止 但是克时而论啊 他这里就提出了一个 适欲啊 贪欲 这个问题 其实适欲呢 是四十皆损人呢 就是说 一个人的贪欲啊 不是说夏至 或者冬至的时候 才会损伤 损伤人 比如说我们很贪吃 那么可能我们夏至 冬至的时候 就是这个 贪吃的习惯 就要得到节制或禁止 但并不是说 只有在这两个时节啊 才会伤害人 其实人的贪欲呢 是春夏秋冬四十都会伤害人 但为什么他强调这个节气啊 因为他说冬夏二至 阴阳交争之时有损人 尤其呢 在冬至夏至 这种大节气的时候 他是阴阳交替啊 冷热变化不定 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贪欲不能够节制 不能够禁止 就很容易得病 很容易伤身 那么南宋有一位马永青 他曾经提出啊 除了阅令有这个说法之外呢 在唐朝时期有一位柳公渡 那么柳公渡呢 他八十多岁啊 这个角力还很常见啊 很强健 我们看到古往近来有很多长寿的老人啊 其实你去观察他一生 大多数的人啊 一方面他懂得如何养生 再来呢 他们一般都很能够节制自己的贪欲 那么这个唐朝的柳公渡啊 他八十多岁啊 身体还很硬 走路呢 还像年轻人一样很强健 所以有人就问他 你是怎么养生的 马永青就说啊 他说呢 他也谈到饮食的问题啊 他说我无凭生 未尝以脾胃 熟生物 暖冷物 以元气作喜怒 他说呢 我的脾胃啊 从来未成吃 胃熟而生冷的食物 这就是中医养生也是强调 就是说一般中医 比如说我们在吃中药的时候 都是要忌口的啊 这些什么生冷的食物啊 辛辣的食物啊 等等 特别是生冷的食物啊 这个特别在中医的养生当中是 严格禁止的 那么他又谈到 他如何保持他的元气 这个柳公杜说啊 我的元气呢 不曾受喜怒的扰动 这点很重要 你说一个人怎么样能保住元气啊 如果一个人常常大喜大悲 患得患失 今天高兴的明天伤心了 就是他情绪不稳定 喜怒呢 这种喜怒哀乐的情绪 就是起伏非常之大 那么其实这是最伤身体的 会伤了一个人的元气 所以洛庚道所说的 夏至一节适欲 冬至一进适欲 这个是强调了 一个人他 这个贪欲的问题啊 在大的节气的时候 一定要节制贪欲 要禁止贪欲 而这个柳公 唐朝的柳公 他所强调的除了平常吃东西 要注意不要吃生冷的东西之外 他特别强调啊 以元气所作喜怒 就是一个人 他的喜怒哀乐啊 不能够太过明显 如果一个人 他常常有情绪大的波动 太过哀伤 太过欢喜 或者是太过怨恨等等的 这种 这种情绪都会伤到一个人的元气 那么这一点呢 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鸣 所以我们看到师父上人 有这样的一幅末宝说 勤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 这一点呢 不仅是 儒家跟道家养生的时候 重视这一点 佛家更是如此 你看 我们日后会学十善夜道经 这五戒十善 特别就强调 不贪不嗔不吃 当我们能够把自己贪嗔 吃的这些事欲啊 习气都能够降服 那么我们自然呢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心境就能够保持一种 静定安乐的状态 而人就是应戒得定 应定开会 在保持这个戒定会的功夫的时候 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养生的方法 同时呢 对我们修行修道 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所以这个勤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 我们更应该啊 把它当成是一个最好的座右铭 要贴在自己的额头上啊 好 那么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关于洛氏家族的历史和代表人物呢 我们也介绍完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